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部片子不仅差 这是一部差到就是说 无论在本身的影片 就是台影片本身 他的故事上讲故事讲不通 是吧 讲故事能力也很差 然后他的表现的思想上也很差 然后他表现的这种思维方式 和对人性的人学的 以及各种理念也非常差 就是一部差到几点的电影 那么他可惜的就是可惜在 那么强大的经费投入 那么火爆的一些场面 和一些特效 灯光和摄影的这些技巧 白白浪费掉 都有哪些部分呢 那我们会和大家 逐一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收看 本次的真糊糊聊电影 我是导演 郑布虎 影片在一开始呢 就是极力的去强调一点 是哪一点呢 就是说能够 呃 不要杀人啊 不要有伤害的情况下 就不要有伤害 但是实际上在了后来 他们行动当中的时候 却恰恰相反 就是能伤害能杀人的时候就杀人 绝不谈判 也绝不保护平民的老百姓 这在人性上是非常的讲不通的 因为无论是呃 对于群寻恶极的犯人 还是对于平民无辜的老百姓来讲 那么这一点是必须保证的 就是说能谈判的就谈判 然后到不行了就进行一定的武力威胁 对吧 诱导威胁 然后到后来才大规模的杀伤武器 你不至于吧 那么在我们的呃 片子里你可以看到 这种做法非常的法西斯 就是说呢 呃 有没有人 有没有小孩 他不管 有没有老人 他也不管 就是 在行动过程中 打开窗户啊 打开一个什么地方 就扔手来 啊 一颗接一颗的人 在好几个场景 都 都会有这样的行为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片段 这样子扔了手来之后呢 哎呃 敌人要是给我方 我方给敌方扔了手来 没事 敌人要是给我方扔了手来呢 就是找个东西把它扣住 啊 比如说这一幕 再或者说呢 把他截起来扔了 那我想问一下啊 当然这是一个细节 但是我们还是很关注 我想问一下 如果在真正的战场上 或者行动当中 你去跟别人说 去 去小B 对吧 小D 你去把那个手来截起来扔了 这个人会去吗 更不要说 他抢着要主动去 那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但一定不是在这样的场合发生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 都是在哪些场合发生的 这样的情况的 那它是有一个解体条件的 我看看 快快快 快快快 还有一个更讽刺的是 他们也说到了 在影片字幕上打了这样的字 那么在这个行动之后呢 死伤的人数非常的多 你看看他们真实 据说是根据真实历史世界改变的 是吧 那实际上是有据可依的 也就是说呢 你不至于过分的去夸张这个事情 但是呢 事大事的去拍因为是真实世界嘛 那也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但是让人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会强调一条狗的死去呢 狗的死去可以有 但是说 在片中 从头到尾占用了大量的篇幅 但是对于那么多死伤的 为了这个案件啊 死伤的人 却熟视无睹的这个样子 这是不是有一点 轻重缓急 有点搞偏了 搞错了 那人是放在第一位的吧 那这种案件当中 这个片子的名字啊 我给他起了一个 不如叫 湄公河产案之 是笑天片 笑天片啊 对吧 因为这个狗叫笑天嘛 那主要是说说这条狗 是吧 如果说 努力的在说这条狗 那我因为 这个片子是一个讽刺的 暗讽的嘲笑 这个 一部嘲笑的这个题材的电影吧 那么反过来 我们还可以理解 那如果说 比如说有些人 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这样讲 狗也很重要 我就认为狗比人重要 对吧 他可以这样讲 狗也很重要 狗为什么不重要 狗就很重要 我就认为狗比人重要 对吧 狗比几天 几万条 不但说几个人 比几万条的人 这什么狗啊 对吧 他非常重要 重要的要命 也有这个可能性 那么如果说是 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你 不能当成 对吧 跟政府的这个 片子形象挂钩 你可以当成自己 有些人 脑子已经智障了 或者说脑子有点 曾经挤过啊 在某个地方 那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跟政府的这种 形象削传和这个 我们人民警察的这个 形象削传 还有反腐啊 这些里联系起来 似乎是有点 说不过去啊 因为他是死了人的 而且死了那么多人 是吧 那如果当成死了人的 为什么不花大量的 这个篇幅表现 这个人而去表现狗呢 但如果你这样认为 像刚才 我理解的 如果说是反粉的味道 认为 人的命那条狗都不如 是吧 你用狗来 张写这一切 是吧 这也张写了人家导演 和这个憋剧的力量 那这样你理解也可以 但是 那为什么你后来又强调 死了那么多人呢 这也有点说不过去 你到底是哪个重要呢 狗 人 有点洒洒分不清楚了 在人与狗 谁重要的这个问题上 这个片子一直在纠缠不清 而且在 这是主要的这个方面 而且在次要的 说到人的方面 比如说 彭云叶扮演的这个角色 和张涵宇扮演的这个角色 那么 张涵宇这一开始 其实 导演和憋剧 还有他们的团队 在电影里 已经给了他定位 就是他一个 是一个很倔的 对吧 说这个人很倔 他们自己说出来的 你找了谁来负责 调查组 我想找高刚 是云南省厅 进途总队的高刚吗 是 那棵石头出了名的倔吕 部长 破这个案子 就要他那股子倔劲 你已经找了他了 是 很倔的一角色 在说我们在片子里 哪里倔了 通过哪件事情 表明他很倔 或者说哪句话呢 或者说 爱情 婚姻 对吧 事业 还是跟抢劫犯 跟这种犯人的 这种表达上面 哪种手段 可以说明这一点 没有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就说明是假的 没有表现 没有表现 就没什么这样讲 也很奇怪 那么还有这个彭云叶 彭云叶 他是一个 类似于一个卧底的 这种卸人 但是你跟这个 这些 接线当中 表现你的灵活性 什么 按说 按理来讲 比如说我们拍 那肯定是 一强一弱 一个在暗里 一个在暗里 一个性格很强烈 很倔强 在明处 一个在暗里 很会跟人打交道 很会沟通 但是彭云叶 也没有表现出 很会跟人打交道 很会沟通这一点 那么 这个人物性格 就区分不明显 甚至我可以说 他两角色 角色互换一下 也可以 你有没有感觉到 那只是说 他这样一眼 你好像觉得这样就行 是吧 好的 谢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 节目 那么我们会在下一期 给大家讲 更精彩的片子 如果你对我们的 片子 这一期节目 奉行的人与狗 还有说演员角色 之间的话题 有什么意义 可以在下面评论 如果你觉得 我们片子做的不够好 还需要更好 欢迎你赞助我们的节目 在这边有我们公众二维码 你可以 这个支付八维码 可以扫描 就可以 赞助我们了 好 谢谢大家